每次我们去到大卫生命的现场 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点事成相似 那大卫生命的现场的事成相似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但是随着人生的旅程一直往前走 这种事成相似又多了另外一层的味道 就是你好像可以在他的人生里面 你只要停得再久一点点 你会看到自己一些些 但你不一定看到自己 你可能也会看到你周围的人 大卫的故事呢 也不仅仅只是第二个层面 好像是一种人生境遇的同情共感 就是说好像我遇过人生类似的场景 然后大卫遇过所以有共鸣 会有共鸣的故事很多 有人觉得读金庸的小说也可以有共鸣 有人读琼瑶的小说也可以有共鸣 可是我们读圣经的共鸣 到底又跟这种层面的文学共鸣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前走 其实我们很希望带着圣经 塑造我们看上帝工作的眼光 来产生我们说福音的共鸣 那这个共鸣呢会是我们在进到大卫的故事 同时也会看到上帝如何用大卫的故事 塑造我们很有关系 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两个月前 这个过了一个暑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暑假作业这样 好就是要 我有邀请大家想一个福音的故事 好就是所谓的福音的故事就是 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有很多故事 但哪一个故事呢 对你来说是特别有福音 可以表达福音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上一次两个月前 曾经跟大家提过的 不过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说没有写作业就要打手心之类的 惩罚这样 好那圣经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恐吓我们 不过呢我想我们今天会继续接着 大卫的福音的故事往前走 但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一直要有一个福音的眼光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看大卫故事的时候 会不断地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我们要来唱一首歌 这首诗歌呢 也是一首很福音的歌 那圣经跟圣诗 其实都一直以来在塑造基督徒的神学 或者是塑造我们对于什么是基督教信仰 非常基本的这种塑造的氛围 那当然圣经作为上帝的启示 已经不只是氛围 只是呢 这首圣诗在古圣诗和神圣诗 它有被改过歌词 对不对 你还记得吗 一不小心就会唱回旧圣诗的歌词 旧圣诗的歌词叫做什么 减无好派是怎么样 是主所听对不对 旧的歌词是减无好派 人生境遇的好坏是主所定 但是新圣诗把它调整歌词 叫做减无好派是怎么样 变化不听 因为过去我们在唱减无好派是主所听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发出不平之鸣 这是上帝你搞我吗 这是让我人生遇到这件事情 很不开心 虽然副歌很安慰人 上帝在照顾你 但是你把我弄得重伤 然后再来医治我 为了测试你最新的特效药 好像太残忍了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新圣诗也在做一个 歌词上意义或神学的调整 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我们看待人生一个合适的角度 那这首诗歌《减无好派变化不听》 上帝在照顾你 我们透过这首诗歌的两节的歌词 我们来进入预备心进入大魏的人生 让我们散开来进入一首诗歌 《减无好派变化不听》 上帝在照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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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馄 踏一地鼓 踏一刷路 胜地地照顾你 胜地地照顾你 第一站 胜地地照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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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一地鼓 踏一刷路 胜地地照顾你 胜地地照顾你 那三个来记得 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你一直在照顾我们 在以色列百姓面对 国破家亡的时候你照顾他们 就是在还没有君王 还没有所谓国家的时候 你也依然照顾他们 在他们寄居在埃及 成为奴隶的时候 你照顾他们 主他们人生的脚步 好像是我们会经过的春夏秋冬 你怎么样照顾他们 你告诉我们透过圣经 恳求你在今天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的眼光 也让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福音的群体 使我们不论在这里在那里 在线上在实体 我们或是回放的阅读 或是我们在第一个时间 我们仿佛都被你邀请进到永恒 在圣经的现场 就在那里我们看着你怎么样看见大卫 就在那里我们看着你如何陪伴着大卫 踏上以拉山谷 走过一次又一次逼迫的故事 我们为今天我们要走的旅程 为我们要聆听的 我们交托仰望 愿你继续的塑造我们的心 用福音 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会接着 撒末尔记上第十七章 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以拉山谷 在大卫跟扫罗谈完话之后 我们在两个月前谈过他 我想更多时候大家在过去的年岁都听过他 你看到42节很有趣 这个哥利亚观看 哥利亚有一个眼光 他观看我们 他看见大卫 哥利亚的态度就怎么样 动词用很强烈的动词叫做什么 藐视他 哥利亚看到大卫就藐视他 原因很简单 第一大卫年轻 第二大卫面色光红 我刚刚过去的暑假 跟红衣还有儿子 我们去了一趟那个美国走一走开车 那个去前跟回来 虽然我们都有涂防晒 这个可是大峡谷的阳光 或者是这个堵城的阳光 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 你会发现去了跟回来 哪怕是有涂了防晒乳液 还是黑了一层 还是黑了一层 光是玩都会黑 我心里想大卫 你不是也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吗 不是讲谎话的放羊 就是你也在旷野放羊 你的防晒乳液是差多厚 厚到你还可以面色光红 被这个非力士人看出来 大概大卫很年轻 在年轻的时候不用涂 皮肤很Q弹这样 但不论如何大卫也不是吃素的 但问题就是看在这个 征战沙场的哥利亚来说 我看你也是面光 面色光红 就是感觉不是来打仗的 所以对于哥利亚来说 对于哥利亚所象征的 大人的世界来说 大卫你是完全乱入 就是好像随便跑到我们的环境里面 然后容貌俊美 这个看在大老初的这个 我不知道哥利亚可不可以用华人的逻辑 叫做山东大老初 总之呢 他就是一个大喇喇的一个人 看见大卫就觉得很搞笑 你可以想象大卫穿扫罗的军服 上一次我们谈过 穿到买下书 因为扫罗怎么样 玉树临风高人一等 所以当大卫穿扫罗的衣服 都穿得不可能合适 大卫又来到哥利亚的面前 那个差了两集 所以就会觉得 这个画面是一个很不舒服的 因为如果我是导演 我不知道怎么咔这个画面 一个太高一个太矮 好 那你只能远距离镜头 才能够把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好了 菲利斯人对大卫说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 我难道是狗吗 他就在笑大卫说 你根本没有配合上我在这里 大人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 小朋友的世界 其实是儿童主日学的世界 你不可能用简单的东西 来面对复杂的世界 菲利斯人就指着自己的神 咒诅大卫 菲利斯人又对大卫说 来我要把你的肉 给空中的鸟 田野的走兽吃 这是一段非常频繁的句子 但是他记录在这里 几乎成为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想到大卫 不可能跳过其中一个 一定会讲的故事 就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之所以历久弥新 太多时候我们只把焦点放在 小虾米遇到大金银 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主流学老师大概跟我们讲的就是 你要有信心 不管问题有多大 你都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因为小小的大卫 能够克服大大的问题 可是随着小朋友会长大 你知道吗 当他慢慢长大之后 他就会把他当成是一个 主日学的故事 我给你去看看 当时候国防部长在台湾 我忘记他是阿比亚年代的还是 有一个文人的国防部长 基督徒 他叫做台中的立法委员 忽然间也忘记他 很斯文很gentleman的一个 长老教会的会友 不知道我在讲谁 好像也不太重要 大家都忘记国防部长是基督徒 蔡明显 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你国防部长 找一个基督徒来好了 你就叫那个基督徒一直祷告 然后两岸的危机就消失 可以吗 没有人这样玩的 美国也说基督徒 他们也是靠国防工业赚很多钱 所以你真的会发现 大卫这个故事是很搞笑 就是给主日学小朋友听一听就好了 这个故事有什么福音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生来说 是不好用的 就是很单纯的孩子 遇到一个很复杂的世界 他仍然是无济于事 这跟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眼光很有关系 如果我们看的是小朋友对大人 或者是小虾米对大鲸鱼 我们就没有看对圣经 圣经跟我们讲的故事 不是小虾米对大鲸鱼的故事 圣经跟我们讲的故事是 有没有福音的故事 如果你讲的是小虾米对大鲸鱼 每一个主日学的小虾米 有一天它都会长大成大鲸鱼 它总是会用这个世界 慢慢内化它的逻辑跟方法 跟世界观来处理事情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世界观的冲撞 一个是哥利亚所代表的世界观 是容易因为条件而藐视人的世界观 你要在中研院当院士 你要在公研院当院士 研究员 你好歹要有什么PhD 或者是你要有什么样研究的成果 我们才可以把你放在这里 你没有理由 什么能力都没有 你就大大大地走进来 然后说你是研究员 所以当大卫跑错棚这件事情 就成人的世界来说 这很正常 你本来就应该被藐视 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圣经里面在讲的 是在谈有没有福音的故事 撒末尔记上帮助以色列百姓 在没有王的时候 因为从没有王他们要立王 立了王之后 我们看到扫罗王过去的几个月 我们一直在谈扫罗王 我们知道这个扫罗王 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福音的人 虽然他的蒙招是神 在他身上所放下一个福音的记号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上帝的工作 不是你扫罗做得到的 福音就是神完成他的工作 而不是人需要靠着努力 可以做成的 但扫罗一直在福音的外面 虽然他的故事 一开始就被放在福音的里面 然后现在你看到一个 放弃福音的扫罗 面对一个没有福音的世界 格利亚就藐视大卫 他藐视大卫 是因为大卫拿着杖 他藐视大卫 是因为大卫对菲利斯人说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 同级 大卫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 是排资论背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按照各种不同条件 来给你评价的世界 如果你的学历不好 如果你的工作能力不好 你大概就没有机会有一席之地 可是大卫在这个地方 他很清楚地标示出他的世界观 这句话你可以说是大卫的浪漫童真 但我们更要说 每一次当圣经带着我们去到以拉山谷的时候 我们要谈的不是大卫的浪漫跟童真 我很喜欢看日剧 胜过看韩剧 一方面我老 我们那个年代大概都是看日剧长大的 那韩剧呢 我们不要批评韩剧 免得被韩国观光局告 日剧常常会有一种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职人精神 但是他们很强调那个做东西 要把它做到非常认真 把细节顾好的这种故事 那在这种职人精神的日剧里面 他所贩卖的桥段 或让你感动的戏剧元素 常常就是莫忘初衷对吧 就是你要记得那个当时我们这间公司 研发的时候 当时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不管是煮菜啊煮拉面啊煮寿司啊 做什么东西 那个最原先的 而以拉山谷十七章撒末尔记上 是大卫生命里面 一个他自己不可以忘记 我们也不可以忘记的那个初衷 大卫说我靠着万君知耶和华的名 我靠着耶和华的名 我跟大家那个年岁相比起来 我只能欺负两个人在后面 其他的我都好像被你们欺负这样 你知道吗 我虽然年岁不算 好也到人生过一半以上 我就发现耶和华是很好用的 很容易拿来打招呼 很容易拿来祷告 很容易拿来讲一些很高的句子 可问题是你要让耶和华的名 放在我们生活里面 最真实考验的时刻 仍然紧紧的抓住耶和华 而不是紧紧的抓住其他的东西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随随便便都会累积经验 我们随随便便都会累积人生 很多今天学了一个功课 明天学了一个功课 然后这功课就让我学乖了 知道认真的人就输了 这个世界 你慢慢会累积一些经验 可是现在你看到大卫在累积经验 我们都很羡慕大卫 对上帝单纯的依靠 可是我们却不会笨到像大卫 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像大卫 我们会越来越邪恶 我们会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努力 撒末尔记一直走 从撒末尔记上大卫的蒙招 然后走走走到撒末尔记下 你会看到大卫的楼怎么歪掉 可是圣经从来不是让我们看大卫 然后我们就 原来人从一开始是单纯的 之后都会歪掉 那这样子也不过就这样 他都大卫 都还会楼歪掉 那我都不是大卫 我还能怎样呢 不是的 圣经它并不是让我们看 人如何成功 或他为何失败 然后就结束 圣经存在的目的 不会像一所预言 圣经存在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学人的功课 因为你不用学他们的功课 我们自己会成为别人的功课 他们的邪恶不用学 因为有亚当夏娃 那个原罪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会有我们 做错事情的时候 关键是福音在哪里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 不仅仅是大卫的莫忘初衷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到的是 上帝的恩典临到大卫 上帝把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临到他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曾经谈过 大卫在野拉山谷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盘算 他也有一连三次问别人 如果把哥利亚杀了 会有什么好处 圣经的经文从来没有掩饰 大卫有他赎血气的一面 可是我们却在这个生死交关的关键 我们不需要放大大卫的信心和勇气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的怜悯 他让这个年轻人用这样的方式 经历到他的同在 上帝用这样的方式与大卫同在 在我们人生不断往前走的过程 他也要用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恩典 让我们经历到 今日耶和卫要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 但大卫并没有在 每一次打仗的时候 大卫都这样寻求 大卫没有 在年轻的时候有 然后当他慢慢当了执事 当了长老 之后蒙昭去读神学院 可能这几个很特别的关键 他也会寻求耶和华 可是你说便当要买85块还是90块的 这个要寻求耶和华吗 这个大概不用了 然后这种会开多了 我们就会寻求牧师的意见 说可以不要再让我当这个任务了吗 好累哦 我们的信仰慢慢会有很多其他项度的累积 累积到我们对于常常需要 倚靠耶和华这件事情 渐渐的疏远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大卫和菲利斯人的互动 大卫说 当我做了这一切 是要使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在乎什么 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征战的胜败 在乎耶和华 你读这一句话的时候 绝大多数我们都会站在得胜的一方 说我们的得胜 是在乎耶和华 因为这个 这个经段是大卫得胜 以色列得胜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段跟刚刚唱的诗歌 静欲 好歹 变化无定 或者是更原始的 叫做 是主所定 是主所定 你愿意接受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有主权 然后引导我们去面对生命的失败 事业的挫折 人生的疾病 征战的胜败 如果都在耶和华 我们没有贸败 以色列没有 一定都一直 非常的强大 你看世界的历史 有蒙古帝国 有罗马帝国 有希腊帝国 有波斯帝国 从来没有以色列帝国 以色列这一群人 哪怕有大魏所罗门王 再怎么懂国际关系 谋略 会研发各样的什么都好 但很抱歉 就在巴勒斯坦地区 上帝没有让这一群人 最终发展出一个强大的武力 碾压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 或器物文明 没有 上帝可以这样做 但上帝没有这样做 他让以色列的历史 就只有在你能够想象的王 不过就是比较像样的那一对父子 大卫跟所罗门 之后就没有那么大的疆域 疆土过了 两任爸爸跟儿子 加起来也不到一百年 有什么伟大之处吗 这个上帝让我们用一个更大的眼光来看 我们对于好快好快就会结束的单一人生的岁月 能不能够重新明白上帝看的胜败是什么呢 对大卫来说 胜败可以是在那一场单一的战争 以拉三国里 但如果用一个更大的眼光来看大卫的人生 他不是用一直很努力的做一个王 来衬托出 来活出 他配得王位 这件事情 我再说 如果你看故事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各位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真是要学习大卫 你看他对上帝多有信心啊 在面对这么大困难的时候 他还相信 上帝会保守他 我有一点讲不出来 如果我是摸着良心 因为我半信半远 我的人生遇到困难 我才不会像大卫这么单纯的相信 我没有办法像大卫 我不知道你明白那个意思 就是你会讲 你把它讲得很标准 你看大卫的信心 可是大卫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信心吗 如果你觉得大卫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信心 那就没有福音了 福音是上帝的行动 跟他的决定 福音不是彼得很有信心 所以耶稣来 约翰很有信心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很有信心 你说等一下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哪没有信心 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福音 在人类能够有信心之前 是上帝的信实 如果没有上帝的信实 是那个争战胜败 都在乎耶和华 我们就划错重点 我们会需要把重点 不断地划回到福音 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努力的地方 学习在这些很熟悉的经文段落里 看出福音是什么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经文开始描绘那个非常恐怖的 要打起来的画面 那非利式人赢着大卫 大卫也赢着非利式人 这个不是秦祥林秦翰跟那个谁 林秦霞在沙滩相遇的画面 就是比较血腥两个人冲来这样子 一个非利式人哥利要上 大卫这样很单纯的就往前跑 好了大卫手里从囊中掏出石子 用鸡旋甩出去 打中非利式人的额头 石子进了额内 他就扑倒面浮于地 就一刻一个石头的功夫 胜了非利式人 打死了他 搞笑的是大卫的手中没有刀 经文刻意出现大卫 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刀啊 他从头到尾 他就是没有拿扫罗的那把刀 干嘛他还在告诉我们说 大卫手中没有刀 经文的叙事没有废话 他都是神的话 OK 而告诉我们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就是大卫却没有使用这个世界 得胜的方法来经历到 这一场的得胜 大卫不是靠着战争里面 都会必然使用的战争工具 大卫靠的是福音 是恩典 关键不会是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 总之要练就一个特别功能 是数学呢还是物理化学 还是国文还是英文 总要有一颗特别好就好了 就像大卫什么都不会 但他就会用石头K人 超准的 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要练习 当你觉得读书很辛苦的时候 你看大卫有五颗 他不是拿了五颗石头吗 所以国文数学英文什么 主小时乱掰 这五颗石头要好好练 不要觉得读书很无聊 你看当你认真读书的时候 总有一天你看考试来了 以拉三谷就是大卫的高中联考 当然是我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联考 就是你就是叫小朋友 要努力要认真 我们会很搞笑的把圣经的经文 用这个世界 爸爸妈妈希望孩子好的方式 然后揉在里面 让孩子没有搞清楚 什么叫做福音 他会觉得福音就是我很认真 然后再加上上帝 就是那一句话说 什么 九十九分再一分 那叫做什么 天才都是什么 九十九分的努力 加上一分的天才 还是成功是什么 就我们总之就是 我要do my best 然后呢让上帝怎么样 do the rest 就你要尽你一切的力 然后最后就那一趴 最后一里路留给上帝 所以亲爱的同学 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 这些的讲道 看起来好像也都四平八稳 看起来也都政治正确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摆烂 可是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 并不是要在世界的价值观上面 再增加一点点上帝的价值观 就完美 我们来到神的家 基本上是要整个把世界的价值观 砍掉重链 这个事情超难 难道我自己当一个牧者 作为一个神域教育者 都常常在这里面 根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拉扯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依靠的就会是这个 活在这个世界的法则里 然后我们又要相信着 上帝是那一位使我得胜的 这当中的拉扯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 如果没有上帝的工作 我们是不可能 也不愿意理解 大卫手中没有刀 大卫手中没有当时候 任何一种可以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工具 其实没有那个可以依靠的 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我们越是在许多 可以依靠的事情上 我们会失去精力 恩典的机会 但搞笑的是 我们随着人生阅历的建长 我们会跟上帝求 更厉害的刀 我们会跟上帝求 更好的牧师 更好的教会增长的方式 更好的设备 更好的什么 好让我们可以荣耀 跟见证上帝的名 但清文却告诉我们说 不是就跟你一直讲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 有有有 当我这样讲 你的心中一定会跟我一样 有脑补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的灯 不就是要用电吗 电不就是要台电吗 就是要发电 难道能够用爱发电 用爱台湾就可以发电 不可能 这就是我们活在物质世界里面 面对永恒真理 常常会有的拉扯 经文提醒我们 大卫的得胜 不是用物质逻辑的法则 他没有刀 你说他没有刀还有石头 但关键已经不是 石头跟刀的这个层次 而是大卫在谈 他靠着耶和华 我们能不能够 经历到这段经文的福音 就在于我们看到 什么东西是小的 什么东西是大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大卫跑去 站在费利斯人旁边 把他的刀 从他的刀鞘拔出来 杀死了哥利亚 你要详细看 大卫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富有很深远的含义 拔出来 杀死他 割他的头 然后费利斯众人 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 死了都逃跑 请注意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大卫 这个信心的叙事 这是年轻的大卫 他用对上帝的相信 或把上帝带到那个战场 然后 以小博大 大卫也会长大 我刚刚讲 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 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经验 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经验 他与年纪无关 与眼光有关 我们 是小大卫 还是老大卫 关键就在于 我们讲故事的焦点 会让人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 我们讲故事的焦点 会让人看见上帝的工作 还是 我告诉你 当时 当日本时代的时 当当时的时 台湾经济很辛苦的时 我们讲 教会怎么样一路到今天 台湾的社会 怎么一路走 走到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的 努力的痕迹 运动的痕迹 奋斗的痕迹 可是有没有看见 上帝在这个当中走 我非常喜欢历史书 特别是旧约历史书 他把人的故事 跟神的工作 非常巧妙的启示出来 跟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生 是相似的 是靠近的 因为我们的人生 大底上是由我们的决定 所构成的故事 只有很少数的时间 我们会跑来找上帝 这个跟大卫他们都很像 你在看这些 沙姆尔记上下的时候 他有很多很多 很真实的战役 很真实的人生判断 可是金吴却同时 给我们看到盼望 就是不论人如何 不小心忘记上帝 上帝他就是会 保守跟看顾着 这一群会忘记他的百姓 好我们回到以小博大 这个故事不能够 从我们的记忆中移除 是因为上帝要不断的提醒我们 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 现在紧握在手上的那把刀 然后愿意用当时候 没有刀的大卫 面对到这场战争 刚刚我们看到 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之后 大卫用什么方式 能够把哥利亚的头剁下来 肯定不是用手刀啊 肯定也不是用石头啊 肯定得拿起刀子来 我们看到大卫将 非利式人的头 拿到耶路撒冷 你仔细看每一个 大卫做的事情 你慢慢要看到 大卫光是在以拉三谷 就渐渐的不能说露出马脚 就显出他到底在想什么 大卫把非利式人的头 拿到耶路撒冷 然后却把非利式人的 什么东西放在哪里 把军装放在哪里 自己的帐篷 你还记得大卫去打哥利亚之前 谁把军装给他穿 扫罗把军装给他穿 大卫你说他是M-size的 扫罗是L的 现在非利式人是什么 XL的 你L就穿不下了 你要拿XL的 你是在穿什么 你穿M的 大卫穿M的 那如果你扫罗的L 你都没下输了 你这时候就藏了哥利亚的XL 放在你的帐篷里 你在想什么 几种可能 第一个 这是大卫的战利品 OK 我一个M-size的 可以打倒XL的 那你说 大卫以后有一天 要拿这个来讲故事 不用啊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 大卫在心里面 因为越级打怪的关系 早就觉得他看不起L了 谁在跟你当行政院长 我要跟你两个政党合 我就要选总统的 我才不要当副手 对不对 我不要当副的 我要当正的 所以大卫头脑在想 我连你怕的哥利亚都干得掉了 你那个扫罗的L的 我才没有看在眼里 我要穿的是Gucci的 我才不要穿Latif的 对不起Latif跟Jodano 是比较早的品牌 才不要穿Uni-Claw的 我要穿的是比较好一点 对大卫来说 他想要的已经是 菲利士人哥利亚的军装 他把这个军装放在他的帐篷里 然后他之前是不穿扫罗的军装 大卫细微的变化已经发生了 他刚刚不是在讲吗 话都很好听对不对 依靠耶和华这样 然后现在就要把扫罗的军装 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这个也是他的战利品 可以是 这也可以是大卫的自我期许 我有一天要比扫罗 更可以出人头地 我才不要像扫罗那个事 刚才有问题会被闭上了 有一天我做中乐的时候 我绝对做比雪姿长老更好 我绝对要做比许幸运长老更好 有一天我哪 就是大卫有种自我期许你知道吗 他就我要怎样我要比你 那你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大卫本来就会这样啊 我们都长大过啊 但好不容易 我挂起打挂的发现一件不错 我可以了 我当然会对我自己的期许更大了 好像没有错 大卫开始在累积他的经验 可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刚刚你在伊拉山谷里 面对费利士人 你讲得很好听 不用靠经验 我直接靠耶和华 在给你尝到耶和华前头之后 你马上想把耶和华 变现成不是现经 变成经验 把耶和华的祝福变成经验 放在口袋里 形成你的自我期许 大卫渐渐地对自我期许 越来越高 但他未必累积 对上帝的期许越来越强 可是每一个自我期许的提升 都是神恩典的结果 这个搞笑的点就在这里 上帝很爱我们 所以他乐意把很多的恩典给我们 只是我们常常把这一个恩典 当成人生的战利品 转换成自我期许 我们就说 其实我办得到 原来上帝量我 不是一千两 上帝量我原来是两千两 哦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慢慢慢慢 不是耶 人家说我没错耶 啊 其实上帝量我是五千两 我们看到的是我 我们看到的不是上帝量我 这就是一个很矛盾 是的 我们的人生都是自己过的 身份证上面的号码 名字都是我 不是耶和华 所以我对自我期许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 可是什么是福音的人生 他为了人生在福音里 但是他活得很真实 让我们看到 有时候他没有觉察 有时候他会不小心把上帝的福音 当成是他努力得来的 虽然他一开始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 像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会在大卫的身上看到自己 好了 我们该怎么样沉淀归纳 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得胜的经历 然后把他转成一个门讯的叙事 如果我们让大卫有机会 在烛光晚餐当中 围在炉火旁边的 全部是大卫的儿子们 在这一些儿子当中 大卫要跟他们讲 向当西亚的故事 大卫该怎么说 爸爸我当时候在以拉山谷 面对非力士人的故事 大卫打倒哥利亚的故事 是整个以色列都知道的故事 而以色列用什么角度 来歌颂这个故事 圣经说扫罗杀死什么 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大卫你在那边讲 什么依靠耶和华 这种都是宗教句子 就是目搜集的不是 我来到这个所谓 我靠上帝 我靠上帝 上帝一定会担命 教会的道路 然后之后我在教会里面 我就会继续用我的 神学院学习的专业 然后就会用我的恩赐 口才 手腕来服事 那我还是会提上帝 因为我讲道的时候 我也是要讲上帝 看圣经的时候 我也是要讲道上帝 可是在我做判断的时候 在我沟通协调的时候 我开始累积属于人 得胜 顺利的经验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在 这个以拉山谷当中 非常纠结的地方 好我们今天不只是停在 这个地方 你还要再看 我觉得最搞笑的不是大卫 把哥利亚的东西 藏在他的帐篷里 因为放在帐篷的叙事 你如果是历史书的读者 你大概就会有记忆 当时候约书亚 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有谁曾经把战利品 放在他的帐篷里 结果犯罪 亚干对不对 所以他们打艾成的战争就失败 好那这个地方 因为之前没有说不可以拿 所以大卫就拿 好我们把这个叙事放在一边 55节 55节是我觉得在整个 以拉山谷的战争里面 个人认为最搞笑的篇幅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 费力士人就问他的元帅 亚尼尔说 亚尼尔 亚尼尔 那年轻人啊 他选他儿子 蛤 那年轻人 选他儿子 那年轻人 选他儿子 亚尼尔说 我敢在王面前启示 买贵退差价 是吗 我敢在王面前启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扫罗跟亚尼尔在干什么 好这里有两种可能 我先排除第一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经文叙事的顺序 并没有按照 撒末尔记上16章跟17章的顺序 经文的顺序不是历史的顺序 经文的顺序只是口头传统的顺序 但我个人不同意 这种理解方式 是因为撒末尔记里面 他的事件发展 其实都沿着时间 不能够在这个点上出现 他是谁 你就觉得他是口头传统的差异 所以我采取第二个路径 第二个路径就是我们 接下来要看 为什么他很搞笑 扫罗问亚尼尔说 那少年人是谁 他们真的不认识 那少年人是谁吗 扫罗和亚尼尔眼中的大卫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你知道经文的发展 大卫在撒末尔记17章之前 在进入以拉山谷之前 他有没有认识扫罗 他有认识扫罗 他有认识扫罗 当他们把大卫找来 说你是谁 大卫说 我是你仆人 伯利恒人耶稀的儿子啊 这是上一章 大卫在打仗之前 撒末尔记上16章 到扫罗那里 势力在扫罗面前 扫罗很喜爱大卫 大卫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扫罗差遣人去见耶稀 就是跟大卫的爸爸说 拜托你 把这个师大音乐系的高材生 留在我身边 我如果心情不坏 心情不坏的时候 他就弄个竖琴 弹个吉他 弹个什么音乐让我听 这样子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起用手弹 扫罗便舒畅爽快 恶魔离了他 明显的扫罗曾经被大卫服侍过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谁 他还派人去跟耶稀讲 要你的儿子来 所以大卫这个时候 来到扫罗的面前 他的回答自然是沿着扫罗说 谁的儿子 大卫说耶稀的儿子 耶稀的儿子这个概念 找在前一章就出现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扫罗跟 亚尼尔认不出大卫 为什么认不出 这个动作跟他们以前认识的大卫很不一样 狠狠的大卫 非常好 你知道第一个你理解的就是他们过去的大卫 今天是弹琴的有没有 你不是现在老师你手拿了一颗人头这样 无法想象对不对 他刚刚弹诗歌然后现在拿一个人头 你就觉得这个画面太恐怖了 无法想象一个音乐人嘛 大卫是一个他登场对扫罗跟对 亚尼尔来说是乐师 是诗人 是音乐家 一个乐师一个诗人一个音乐家 应该就是弹琴就好 可是怎么这个人他会斜杠出来 变成是一个勇士 我无法想象 我无法想象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 他们超过了 大卫超过了他们过去的想象 很好 还有吗 你有想到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有什么人认不出 那是代表 少罗的交 少罗的交 不想认他 不想认他 亚尼尔 也不说 OK 很好 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 社会化的路径 来认识到 这是很真实的防卫机制 王跟王身边的人 他们的谈话 形成了一个很经典的世界观 我想问你们 可能还不是什么 应该去问一下 我们的班长玉文 他在工部门很久 不然叫他出卖工部门不行 就是 你在工部门的经验 有没有这种 经验你觉得怎么样 我刚才想到一个以前经验的场景 等一下亚尔想要讲 我这样可以 可以 我就是想到以前曾经我们有一位 某一位长官 当我还是小客人的时候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去就是都一定要去秘书嘛 然后秘书会传达 然后才说 哦 这是没错 我干嘛 这样子 好 那我就做了 做了这件事情完之后呢 我那个部门长就问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 那我就说 哦 某某秘书说 这样子 我们以为某某秘书就是摆着他的口律嘛 结果就说 他是谁啊 他问我说 某某秘书是谁啊 这样子 那当然 我们也不知道是他的秘书嘛 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那个产典就很像这个 OK好 谢谢你 这是 他谁啊 而且如果这个做了 不是你们副署长不开心 这个做了总统很开心 全民很开心 他可能也会更不爽 是吗 也可能会更不爽 因为不是他做的 你知道吗 是别人做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 在职场当中 很真实会出现的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 那个亚妮尔要 要巴结一下那个扫罗 扫罗认不出来 我也不可以认出来 当时候听歌的是你 带去pop听演唱会的是你 听那个牧传弹吉他那个 你扫罗都认不出来了 我把你带去 我都不好意思认出那个歌手 明明你最喜欢点播 叫他唱歌给你听 现在你就不认他 这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社会心理上适应的可能性 我会没有面子 好 谢谢 你很喜欢看日剧吗 是 在我们时代 想把对方的 那个将领 砍了头 又出现一只 同时 他没有 没有 自己拿着 对 而且拿到英雄上 他其实好想要出头 让他们两个 难看 往英雄上看 洗脸 彻底 彻底洗脸 我是扫罗很美丧耶 我完全被整 对吗 因为扫罗很怕歌利亚 是全部以色列都知道 一直都不去打 结果有一个年轻人打了 打了还炫耀 你会发现真的 大卫你涉事未深 你涉事 你不知道人心险恶的 你这样弄 少年得志 所以你会发现 大卫的故事是 还好自找的 到后卫你 你遇到这么多 看你很不适 你就累积了 大群众很喜欢你 掌权者很讨厌你 因为你目中无人 你做了这件事情 讨明星 结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宋淑儀就一直没有机会当总统 结果你会发现你快绕了 你弯道要超车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可能 所以你发现 这里的另外一种理解的模式 他就是虚问实答 我们可能都知道大卫是谁 然后我们想说他是谁啊 他是谁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 另外一个 一三个我们叠着进去讲 是扫罗和亚尼尔 是的大卫有他这一端的软弱 有他少年得志 那一种不可一世的样子 但是我们也已经都不是少年人在做的 当我们看到一个像大卫这样的少年人 在教会在职场 在朋友圈 我们会怎么样给年轻人一点颜色看看呢 告诉他说 不要这么臭屁啦 我们会想怎样弄他 或我们会怎么看他 亚尼尔跟扫罗 他们的世界观 其实会一直影响到 撒末尔记下的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好几组世界观的冲撞 前面呢你会看到大卫和扫罗的对话是一组 再来大卫和哥利亚的对话是一组 第三组的就是扫罗和亚尼尔 有权利的 而且他们是合法拥有这个政治权利的人 他们怎么理解这个国家 理解眼前的这个人 大卫应当是那个时候 最有名望刚刚冒出头的勇士 王与勇士的故事 是撒末尔记上里面 扫罗一个一生修炼却没有学好的功课 而撒末尔记上的中间段落 就从这个战争之后 扫罗学不会的功课 圣经告诉我们来 大卫该你学了 所以接下来呢你会在撒末尔记上中间之后 看到大卫如何学修这个学分 学这门功课 他如何看待他手下的勇士 然后这两组人看待勇士的故事 慢慢走走走走到撒末尔记下的第一章 两组故事放在一起 两组故事 那很快的预告 撒末尔记下的第一章第二章是什么 是大卫的左右手叫约亚 扫罗死了 扫罗的左右手就是这个亚尼尔 这个是撒末尔记下第一章 你看到一个很悲催的地方 好那我们再回到来 撒末尔记上第十七章 你会看到亚尼尔和扫罗 这一组主仆之间形成的共犯结构 老大都没有说了 都讲这种政治语言 我当然是要回政治语言 谁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马上要彼此眼来眼去这样 因为都是对大卫很生气 好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 来到 那大卫呢 他是一个不在预期中的领袖 没有人预期你会成为 领袖 大卫是一个很想把握机会上位的人 我们在很多的小动作里面 都看到大卫的自我期许 可是 好 我们现在来到要给大家中间休息的时间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来看大卫 接下来的生命故事 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跳过一大段 一大段哪一个呢 就是扫罗越来越讨厌大卫 那 大卫呢 打下了这个 以拉三谷的战役之后 扫罗把女儿米甲嫁给大卫 然后扫罗嫉妒大卫 大卫开始逃亡 那我把那个时钟播得再快一点点 就是当大卫逃避扫罗的那个过程 我们因为之前谈过大卫的好朋友谁 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 约拿丹曾经两次立保大卫不死 但是很抱歉 约拿丹还是保不住大卫 大卫终于开始了他逃亡的领程 那我们试着从大卫的逃亡 就是大卫流亡一路跑跑跑 最后怎么成为王 其实是我们看着大卫的脚步 就有机会体会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我们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看大卫就会想说 奇怪如果蒙福的人生 应该不会是长这样 我们对于什么是福 Blessing 一定有我们的想象 那大卫活出来的蒙福 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不在大卫的剧本里 我们对于成为王这件事情的剧本 应该就是皇宫 应该就是后宫 应该就是战争得胜 应该就是美食佳肴 这个是我们对于王的想法 可是大卫 当他从16章被撒末尔高丽做以色列的王 然后到两个王的故事在撒末尔记上 就是两个王在那里竞争着 前任的不下来 新任的无法就任 就卡在那个地方 第21章 我们从17章直接跳21章 所以18、19、20 我们之前处理约拿丹有谈过一部分 所以我就跳过 21章的第一节 大卫好不容易风尘仆仆 逃到了挪伯祭司 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大卫 请注意经文已经透露出一个明确的线索 亚西米勒看待大卫的来临 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 温神来了 怎么办 选边站 到时候大选的时候 你是要挺男挺绿 还是挺白 亚西米勒要表态了 他就问大卫 他说你为什么自己一个人来 没有人跟随你 这个事情呢 可能会成为亚西米勒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你如果身边有一些随从 那应该就会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formal 但明显你这只有一个人来 应该是逃难的感觉 如果没有一些其他的跟随者 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 他说王吩咐我一件事 然后这里面呢用一个双引号 你就知道他就告诉这个 亚西米勒一个秘密任务 我现在在当FBI当KGB 王说我拆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哇那是真的教育孩子大小的 这主理学老师我们要讲故事的时候说 各位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 穷则变变则通 说一些这个白色的谎言也应该还好 就大卫呢为了要活下去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我们如果遇到一些 人生也不都是黑白的啦 也是有灰色地带啊 你看大卫他这样说 他还是合成心意的人呢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我们也是可以说一些灰色地带的话 好像也不太对 可是金文就给你讲 大卫就乱讲话啊 他就是被追杀 可是大卫又不能讲被追杀 因为他如果讲被追杀 这一个洞给他自己跳 给亚西米勒跳 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旦说了这个话 高端一点的政治解读 是为了亚西米勒的软弱 我如果跟你讲实话 那你大概就叛国罪 我不可以讲实话 是在保护你 这是比较高端的政治理解 但是如果你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面 以及刚刚大卫还没有登场之前 亚西米勒也不是吃醋的 祭司长期以来在服侍的群里 就是政治高官 他难道不懂这些风向 大卫你被扫罗追杀 大家都嘛了解 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都嘛有写 所以我当然立马就会问你 有没有人跟你来啊 到现在的局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大卫是不是真的在保护亚西米勒呢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亚西米勒需不需要大卫保护呢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思考 亚西米勒真的需要大卫保护吗 圣经怎么记录亚西米勒 以及在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福音在哪里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就告诉亚西米勒说 他说因为网教有做这种秘密任务 所以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 所以我也有一些人 这个FBI的一些什么部队在另外一个地方等我 那现在这样啊重点是这样 第三节才是大卫真的想说的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饼啊 他还刻意很搞笑的说五个饼 五个饼 你还记得以拉三谷大卫拿几个石头 就刚好五颗石头 五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 因为如果以希伯来人的传统来说 三跟七是他们常用的数字 三七十二 如果是有lucky number的话 但五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 好但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事情做文章 总之呢他就是跟亚西米勒说 你给我五个饼 或者是别样的食物 可能是吃的这样 说整个半步就是八度腰就对了 亚西米勒说 你叫我这是Uber Eat 还是我这是吃补肺的地方吗 经文记录了大卫的肚子饿 祭司就对大卫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有三天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走隐藏的路 他其实在告诉你 大卫告诉你他有禁欲 他没有亲近女性 过去这三天没有任何的性行为 那祭司跟大卫讲这句话 他说只有圣饼 但后面又说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什么意思呢 到底这个饼是可不可以吃 是给谁吃的 这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探寻的地方 只要没有跟女性发生性行为是洁净的 他就可以吃所谓的圣饼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测下来的什么 橙色饼 橙色饼基本上是祭司才能吃的 只有祭司才能吃 但祭司又给了大卫一个方便的法门 就是如果你有三天没有性行为 你就可以吃 但问题是你就是不是祭司啊 你就是不是祭司 其实当大卫想 如果你前面的版本是说 他之所以骗亚西米勒 是大卫要保护亚西米勒 不要让他知道实情 免得他倒霉 但经文告诉你 亚西米勒从大卫一登场 他大概就读到了这个年轻人 走投无路 所以他战战兢兢来面对大卫 然后接下来他也给大卫台阶下 他知道他肚子饿 没有东西可以吃 明明这个饼是大卫不可以吃的 但这个亚西米勒 打破了框架 竟然让大卫吃了 大卫不可以吃的橙色饼 亚西米勒真的需要大卫的保护吗 亚西米勒保护了大卫 亚西米勒为什么保护大卫 这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可是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政治场景 政治斗争没有在手软的 第七节 当天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 这里的耶和华面前 像极了扫罗对大卫说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耶和华对扫罗的集团 对这个扫罗政党来说 是一个很好用的一种用法 他的名字叫多义 多义是以东人做扫罗的私募长 私募长是什么身份 私募长就是管动物的农业部长 如果你要从那个角度看农业部长 但你一定无法理解农业部长 或管序幕的 毕马温 孙悟空 就是他干嘛在亚西米勒的旁边 在耶和华的面前 这个多义啊 他是私募长 可以管扫罗的军马 好不好 这样子 那他为什么会 那一天在亚西米勒那里 有想过吗 没想过 那就是农业部长 好好在那边祷告 希望丰收 如果你继续往下看 你知道这个多义 他接下来在扫罗的面前 出卖了这条 这个机密 出卖了这条机密 告诉扫罗 扫罗说你们这些人 都是起尿式 把佩地都没人到我这 多义就跳出来 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亚西米勒 他接待了大卫 他一讲 结果就是亚西米勒 全家连作法都被杀 多义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 他是被巧妙的安插在 亚西米勒那里 因为他不是立位人 他是以东人 他不是一个在祭司献祭的行动当中 必要的人物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不是一个宗教从业人员 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要么他是被扫罗派去的 要么他是自己主动到那里 收集情报的 扫罗要杀大卫 大家都知道 人人在一个想要邀功立功的年代 大家恨不得赶快找扫罗一步 抓到大卫 多义是一个很想要用手段来搜寻 让他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我们在经文的发展里看到 他不惜出卖上帝的祭司 亚西米勒 好 我们往下看这个发展 这个发展 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 重要到耶稣到新约 马可福音第二章 都记录了这个事件 有关大卫被亚西米勒 接待的这件事情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 瞎了麦穗 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看啊 他们在安息日 为什么做了不可做的事 为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得大卫 跟从他的人 缺乏饥饿之食所做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当他当亚比亚 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橙色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 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我们先不谈后面 安息日的这一个part 等一下我们谈 可是这里耶稣就用 大卫现在的经验 来解释 他的门徒为什么违规 你说哇 耶稣你真的是后黑学之父 违未就造 讲一个负负得正的故事 当人家说你的门徒做错了 你就讲人家那个谁也做错了 所以两边都错 错错得对 应该不是这样 可是问题就在于 耶稣你自己都说 你看子弟无垠三百两 你越描越黑 大卫他吃了除了祭司以外 都不可以吃的东西 这是耶稣自己说的 对吧 就表示大卫他就是不可以吃 亚西米勒就不该给大卫 你怎么可以给大卫 吃他不该吃的呢 你不是害大卫吗 大卫你也害亚西米勒啊 你们两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做教会法规 规定不可以做的事 这个还比教会法规更严重 这个法规是上帝自己定的 什么橙色饼该谁吃 谁该怎么献祭 这个规范是上帝自己定的 上帝已经老人家定的 你都还可以丑一丑二 那没道理啊 对不对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那你为什么允许大卫 可以做这件事 这就跟我们看上帝 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 有关系 如果我们看待基督徒的人生 是由遵守律法 不断的累积而成的人生 我们会像是从规范的角度 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 说耶稣你的门徒 做了不该做的事 他们应该要遵守我们一直以来 礼拜天都做礼拜 做各样的事情应该要按照规范来 刚刚过去的礼拜天 到一间教会讲道 讲完道之后呢 教会的传道跟实习传道 我们就一起去用餐 用餐的过程呢 这个实习传道就挖洞给我跳 实习传道呢 是在职场当中资深的工作者 大概在三五年才退下来 但在外教派不是长老教会 才有这种实习传道 他们一边在教会上一些课程 然后有自己的工作 六日投入 夫妻都投入教会的服饰 实习传道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那个新的牧师啊 我觉得 我问他你为什么 现在是实习传道 你为什么没有全时间 想要全时间 他说如果我全时间服饰 我就会遇到一个挑战 是我很喜欢露营 我很喜欢露营的 如果我当了传道人 这样我就很难露营 因为礼拜天我要露营 那礼拜天如果我是全职传道人 我礼拜天要去哪里 做礼拜啊 是吗 礼拜天要做礼拜 这也是我以前在教会幕会 最痛苦的其中一件事 因为我很喜欢跑马拉松 马拉松的赛事都礼拜天 你知道很多啦 然后礼拜天我要讲道 你知道 我跑完再回来讲道 咖喱会弄啊 我有一次跑完回来 我只能跑半马 没有办法跑全马 就是 我就觉得 哇礼拜天有时候是限制了 我就很懂他的心情 他说 我如果当了传道人 我礼拜天就不能露营了 好 然后他就说 那信任牧师你怎么看 我就看看那个教会的传道 再看看那个实习传道 他不是挖洞给我跳吗 我说 我先跟他讲一个故事 我说 我曾经在教会幕会的时候 帮一个弟兄施洗 帮他施洗完之后 弟兄就跟我说 牧师 我可不可以不用每个礼拜天 都做礼拜 我说 我啊 刚才跟你洗礼 说不要每个礼拜天都做礼拜 我说我们今天要打铁头 我说不是啊 是吗 我以前也都是那种 带太太来做礼拜 然后都在外面抽烟 或假装去买菜 但也就是在外面过分 所以我大概知道 有些人跟我同政头 都是把太太再来教会 然后就在教会外面的荣素下 在那里等太太 或者是外面落落搜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 有时候礼拜天 只要看到有人那样 我就不要进来做礼拜 我跟他们在那边打敌赛 跟他们这样 关心他们一下 说哦 我以福音的缘故打敌赛 不错 不然去打敌赛一下 感谢上帝 还有人因为这样就进了教会 因为他走过那些人的路 知道那些的男生在想什么 因为信仰说太太走在前面 先生常常被迫要这种感觉不太舒服的 那那种心情他很懂 那我就分享了这个故事 我说这个也很难说好说不好说 可以跟不可以 可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哪怕是你没有在礼拜堂里面 你其实是在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跟你周围的人 他也会挑战我们很多基督徒 对于安息日要做礼拜 以及礼拜天的礼拜才叫礼拜 有些周间的礼拜还不够神圣 因为没有发生在Sunday这样 礼拜天 耶稣在马可评第二章 就是在帮我们解决这个焦虑 解决这个宗教的焦虑 因为长久以来 安息日该做什么已经定了 就像是亚西米勒 他们遵守从摩西的时代 一路亚伦这样一路走下来 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 只有祭司才能吃橙色饼这件事情 是很清楚圣经的启示 但他为了要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可以活下去 就给你吃 你发现人的生命是重要过 人的生命是重要过 有没有按照规则这件事情 人的生命能够活下来 他的内在生命有没有被顾念 是重要过 这个规则有没有被遵守 我们在这里看到福音 而马可福音第二章 谈的这个福音 你知道吗 从四福音书一路发展到使徒行传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 那件事情呢是什么 是彼得在约帕家的楼上 有没有 俏皮匠西门的楼上 在约帕俏皮匠家西门的楼上 在那基德嘛 祷告祷告祷告 他快要中午的时候 看到异象对不对 天上有布打开来 耶稣跟他说拿起来吃 而那个布的里面是什么 是不洁净的东西 而经文在讲彼得 在俏皮匠西门家祷告之前 经文先洗 哥尼流 就是等一下彼得要去 经文先告诉你说 上帝在一个异教徒的身上 外邦人不能叫异教徒 因为他对人很友善 然后也相信耶和华信仰 所以在这个异教徒的 在这个外邦人的身上 上帝有工作 叫这个哥尼流派人去找彼得 也同时告诉彼得说 凡上帝看为洁净的 人不可以看为不洁净 所以上帝用了两个不洁净的概念 要来震撼彼得 一个是几千年来 犹太人不吃的东西 今天耶稣叫彼得吃 彼得会有点无法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 福音怎么可以临到 犹太人之外的人 这个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 是无法想象的 弥赛亚是为了我们犹太人 弥赛亚怎么会是为了全部的人 弥赛亚如果是为了全部的人 那我们这一路走下来 所坚持的又是什么 各位在教会里面 如果有人要现身全职 我们大部分的想象 他应该要做什么 读神学院当牧师 如果他没有读神学院 跑去当宣教师 就是到海外当宣教师 而且不是长老教会 总会支持跟拆派的 这样可以为 不在长老教会 或是如果我们是尽兴会 不在尽兴会 或我们是卫理工会 不在卫理工会 系统支持的宣教机构 可以为他支持吗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讨论的个案 很多的教会 常常都在讨论 该怎么样给支持 该怎么样 让我们所管理的奉献 能够准确的去到 该去的地方 可是当我们在谈规范的时候 你要想起今天的圣经现场 大卫是不符合请领 清函奖学金资格 大卫是不符合 长老教会会籍的 大卫是不符合 某一些标准的 你就是在标准之外 那我们作为委员会的成员 你怎么看 那这是一个当代 你真实会遇到的 做事情要有规范 教会要有秩序 要有特殊啊 但是秩序的建立跟维系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常常要面对 很真实做判断的现场 大卫那一天 经历了一个恩典 什么是恩典 就是你不配得的 那叫做恩典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人的行动 我们说我们需要在 圣经的经文现场看到的 不是亚希米勒很棒 大卫很棒 亚希米勒很有胸怀 大卫很敢要这样 很敢说谎 不是 我们看的不是死人的好或坏 我们要看的是神的怜悯 如何从旧约的历史书现场 一直去到新约的福音书 这一位充满怜悯的上帝 一直没有改变 他看到很多缺乏的人 他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 很真实的人 当你还在在意的时候 这个宣教室怎么没有读我们长老教会认可的 这个宣教训练学校 然后他加入了这个也不是长老教会承认的宣教机构 问题是很抱歉 长老教会就没有自己的宣教训练学校 只有训练牧师在堂会里面 牧会的神学院 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框框 这个框框很容易让我们与上帝正在做的工作 错身而过 大卫也不是故意的 他的人生遇到被追杀的事情是他 是他故意的吗 你也可以说活该自找的 谁叫你那么臭屁 但是我们的人生就会遇到很多 不是你去 你真的做错了什么 可能是因为别人的邪恶忌妒所造成的 就像是耶稣的门徒 你真的要怪他们吗 耶稣常常不安排你出牌的 礼拜日亚索就没在 和平教的江德 他走去那个公园江德 那你教的江德还有爱怨 你外面要7-11便所都没方便 要不然会有便所 就是你可以看到 耶稣其实是不安排你出牌的 显少在会堂里 偶尔你会出现耶稣在会堂的 讲道被记录 路加第四章你看到 在会堂里 但绝大多数耶稣都是在人的家里 在野地 在外面行走 在这样的状态里 耶稣的学生肚子饿了 我们看到的不是肚子饿 安息日很多人看到的 也不是他心里软弱 生命有愁苦 这就是我们看到 亚西米勒眼中的大卫 他真的看到一个受苦的年轻人 他喂养他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里面 祭司说你在以拉三谷 杀菲律士人哥利亚的那把刀 还看你记得吗 把他的头砍下那把刀在这里 裹在布里 裹在布里 战甲大卫藏在他的帐篷里 那把刀现在在祭司这里 放在以福德的后面 以福德是祭司穿的 放在以福德的后面 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 你要知道刀在当时候 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 你看到他们光是打铁器 都要去到菲律士人的境内 去打铁器 这些重要的战争资源 是垄断在菲律士人的手中的 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能够拥有它 所以刀是很珍贵的资源的 刀是很珍贵的资源的 大卫在那里拿了 当时候杀哥利亚的那把刀 大卫的反应是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上帝的恩典 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 上帝的恩典不会只是很抽象的 上帝的恩典有时候临到 很真实跟具体的 第一大卫肚子饿了 上帝给大卫吃 大卫不该吃的 大卫没有安全感 亚西米勒没有跟大卫说 来大卫 我为你祝福祷告 然后你就平平安安的去 记得哦 你在以拉三谷的时候 你不是有说吗 我没有拿刀 我们是靠着耶和华 所以亚西米勒说 我把这句话再送给你 记得靠着耶和华就可以了 亚西米勒把刀 把刀给了大卫 这是一个 让我们觉得 哇 好混乱 开始大卫在以拉三谷的时候 没有用刀赢了哥利亚 现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来到了祭司的面前 祭司竟然没有 带大卫有一个陪领祷告 祭司竟然把刀给了大卫 停在这里第九节 我试着各自讲亚西米勒的好或坏 我们试着要用福音的眼光 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用好或坏来表达 把刀给大卫的这个行动 就是接下来你看到 我觉得要卫啊 就是多义啊 他跑去跟扫罗讲 那天发生的事 而他把刀给大卫这件事情 果然为他自己以及全家 带来杀生之祸 但问题是我有没有把刀给他 我把饼给他 我基本上就是收容了 当时候的政治犯 那收容政治犯的结果 这个是会面对牢狱之灾的 当时候高俊敏牧师收留了谁 施明德 政治犯 你就会面对他政治压力的 所以亚西米勒果然面对到政治迫害 果然面对到政治迫害 好 那日 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大卫拿了那把刀 还没有机会用 第十节 大卫起来 躲避扫罗 逃到哪里去 加特王雅吉那里 整个故事 那个戏剧张力非常的强 大卫到了雅吉那里去 我们看 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注意哦 雅吉的臣仆 都认出以色列国王大卫 以色列国王大卫 换句话说 在别人的眼中 这个赖清德躺着选都会当总统 意思 就是以色列国王这样 那现在王还是扫罗 连敌人都说 就是大卫王了 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的她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这句儿歌经过YouTube的传播 点阅率很高 大家都朗朗上口 大家都没了解 大卫把这个话放在心里 都刷起来 我哪里不逃逃到这里 大卫就甚至怕加特王雅吉 今我的发展 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请注意 我们刚刚从17章 就今天的第一个时间 我们谈大卫面对哥利亚在17章 现在大卫在撒末尔记上来到21章 他也面对另外一个 非力士的代表 之前是哥利亚 现在是雅吉 之前大卫手中没有刀记得吗 大卫手中没有刀 赢了哥利亚 现在大卫面对雅吉 他有名声 他有刀 但是大卫的心里怎么样 甚惧怕 大卫很怕 才不过隔了几张 过没多久 你那个单纯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 当时我没有刀你都敢面对哥利亚 现在你不是还是当时那个大卫吗 耶和华还是同样的那一位 你是在怕啥 然后怕到一个地步 十三节他就在众人面前改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怎么样 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胡血乱话 然后流口水在他胡子上 我很有画面感 他这样 牙起来 启笑这样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演的 他是平常有在看好莱坞的那些电影 会懂得演疯子的样子 所以他演得很像 然后他觉得他疯了这样 你把现在撒末尔记上21章的大卫 跟那个在第17章的大卫放在一起 你说这是同一个人吗 同一个人吗 你一个很有信心的 面光红润的 你现在都是胡子 然后都是口水 然后在那里癫狂 我都认不出你了 大卫你怎么了 弟兄姐妹 这就是人生不是吗 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 会有我们在主日学的人生阶段 然后随着人生的阅历一直走 上帝没有变 但是我们的心变了 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现实感 我们对人生的现实体会越来越深 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 很单纯 因为我们知道人心很险恶 然后面对到这么大的敌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过去的经验 没有办法成为现在的安慰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上帝 从来没有现在跑出来 责备大卫 说大卫你一个闭什么望 你下戏下战 做一个王 还演到这样 你是有信心不信心吗 你有一个王的样子 有一个狗 没有格了 大卫 你有需要留着你的命 到这么贱的地步 为了要活下来 你什么都可以 这就是大卫 为了要活下来 什么都可以 我们不需要学习大卫 但我们会需要看见上帝的福音 因为我们不用学习大卫 我们已经很大卫 我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我们懂得怎么样在各样不同的处境当中 让自己稍微笑傲江湖一下 假装疯癫 未必是外在的状态 它可以是我们心里的状态 算了 看得开 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继续保持 那个一定要怎样 这样我们可能会很难活下去 我们出卖了灵魂 我们妥协了 我们之前不想妥协的 大卫在这个流亡的过程 他为什么能够渐渐像是一个王 我们不是说大卫 他越来越近前 越来越懂得紧紧的抓住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大卫能够成为和神心意的王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不是 我们不需要从大卫做得到 来鼓励弟兄姐妹说 所以你跟我也要做得到 这种论语梦子的逻辑 不适合用来读圣经 这样你看不到福音 你看到的都是人很努力 如果可以努力 或用努力就做得到 我们可能很愿意就这样努力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但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 再加油哦 再努力一点哦 你可以的 你做得到的 没有 圣经讲的不是再加油一点 圣经讲的是 上帝的恩典在这里 你敢有观点 上帝的恩典在 这些人即便认出大卫 即便说那不是以色列的王 大卫吗 他们都没有下手立刻拿住他 没有 还给你有机会在那里演 而且演很大 圣经记录了这些人 看着大卫在那里装风卖赏 他们完全被吓到 没有看过来这堂的这样 他们为什么不杀大卫 可能不需要杀了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 等到你神智恢复清醒 你也很难面对你自己了吧 你都毁了 这样的一个人 有什么好杀的吗 这些人连杀大卫都懒得杀了 我们看到了上帝有一个很大的怜悯 保守了这个不配成为王的王 不要觉得你看到扫罗是一个很糟糕的王 你很生气 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大卫 不要一直要偶像化大卫 说这是一个很棒的王 他也是那一个 在逼迫困难当中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的人 雅琪对陈伯说 看来看来 笑 这个人是疯子 为什么把他带我这里 我这里缺乏疯子吗 你们把这人来在我面前 这个疯癫吗 这人怎么可以进我的家呢 如果你还记得撒末尔记上十六章 谁发疯了 大卫服侍他 扫罗对吧 扫罗又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 经文说扫罗疯 大卫服侍他 然后隔了几章就开大卫疯了 就太疯了 你可以说政治使人疯狂 人为了活下来 有非常多 你可以说是烦恼 忧闷 谋略 这件事情会搅扰着我们 让我们认不出福音的样貌 上帝把福音临到我们 不是要我们用各样的努力 活得配得那个福音 所以我们在扫罗的恶魔 跟大卫的疯癫之间 我们看见他们各自的软弱 扫罗有他的软弱 大卫也陷在这个软弱里 我们透过大卫的软弱 回望扫罗的软弱 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怜悯心肠的人 不要总是把大卫放在良善的一方 扫罗放在邪恶的一方 他们都是在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 被环境被自己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心 击打得很辛苦 扭曲得很辛苦 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的活着 活成那个样子 活成精神的困难 活成情绪的障碍 而我们作为一个读圣经 看见上帝工作 在那个现场工作的人 我们有看到福音吗 上帝怜悯了这样的一个大卫 你把上帝的脸丢到非利式人家了 你还是一个撒姆尔高抹的君王 你怎么当时候的膏油抹在你的头上 现在是口水流在你的胡须上 这种丢脸丢到敌人面前的事 大卫你怎么做得出来 而我们就看见 这是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福音让我们诗篇34篇 进入了大卫装疯卖撒的心境 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 被他赶出去 他被亚比米勒赶出去之后 大卫就写诗 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说 噢 噢 在敌人面前还好我演技不错 就没事了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那个时候大卫超怕怕死 当他离开了那个 他不得不装疯卖傻的环境 他归荣耀给上帝 为什么 因为他经历到福音 上帝保守他 让他流了一口气 还能够来这里完成 诗篇三十四篇 称颂耶和华的体会 第五节大卫说 反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搭救他们 大卫经历到的是 周围很多的人看他演戏 但他事后回想 他体会到的是上帝的使者 保护我 然后大卫说 你们来你们来 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大卫这一次不像他年轻 早一点在以拉三谷 在非利士人的面前 讲耶和华很厉害 现在他是危机解除之后 大卫在耶和华的面前说 投靠你的人有福了 没有问题 可以接受 我们无法永远都像 以拉三谷的大卫 有那么强大的信心 神的恩典的工作 临到我 让我可以那样的宣告 现在大卫是 面对问题 用自己赎血气的方法 但之后他还写了一首歌 说我尝过主恩的滋味 上帝也接受 什么是福音 福音是我们认出上帝的保守 什么是福音 福音不是以拉三谷的大卫很有信心 所以上帝救他 现在在雅籍王面前的大卫是个 俗辣 不 大卫看到了 勇敢的他跟俗辣的他 都被上帝保守 这叫做福音 不是因为大卫年轻的时候很有信心 现在很有现实感了 所以上帝就不喜欢他的现实感 神怜悯跟接纳 神一样保守 神一样救大卫 大卫说God is good 他是美善 大卫没有说他做得到 大卫说投靠他的人 所以大卫向我们显明一个 投靠耶和华的经历 他鼓励所有的人要敬畏上帝 他跟大家说 少壮狮子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他明明缺乏一个保护 一个保障 他不得不用装疯卖傻 为自己做出了城墙 但如今危机解除之后 他终于体会到 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当然这首诗可能是大卫在多年之后 回过头反思当年的经验 大卫写下来的 可是正可以说 过了多年之后 他的世界观 重新认识那一个丢脸的事情 他读到了上帝保守的工作 大卫人生在顺利的时候 在不顺利的时候 他都经历到上帝恩典的工作 我们在今天的最后 要跟大家再一次的 来用这首诗歌 来思想 我们生命里面 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我们坚定的相信 上帝的照顾利 这个照顾不只是说 让我免于疾病 这个照顾不只是让我免于灾祸 这个照顾包含了 在境遇见买的时 在环境遇见买的时 我仍然经历到上帝的照顾 我会看到上帝在哪里 如何照顾我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 原来恩典不是外在的刀 城墙 健保 科技形势 台湾没有战争的威胁 不是 原来真正的保护 真正的福气 是上帝的照顾 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眼光 看见上帝的工作 不是看见我们的环境 跟我们的信心 那三个来见继续西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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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